長官們 大家午安 我是余子玉 余子玉 余子玉 眼火台劇 俗女養成妓 媽媽角色 原本是錦繡二重唱組合的余子玉 演唱劇中插曲 先由動人的嗓音 為2021台南將軍吼音樂節揭開序幕 將軍與港 歡迎大家 不僅有美食 海鮮可以吃 而且可以有許許多多的 好玩的海景可以看 更有一流的歌手可以欣賞 歡迎大家一起來台南 更有台南歌舞節的抽獎 十年來我也是第一次很有榮幸 來過參加這個音樂宣會 當然這次呢 為了要讓我這次又更特別的話 我請到了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請市長來跟我一起 哈哈哈哈 應該是我當他的嘉賓 但是剛好我是歌手身份 你拿來才有收視率 來當我的嘉賓 請請到 因為疫情考量 今年台南將軍吼音樂節 回場獻3500人進場 13日中午起開放民眾線上預約 除了打造漁港狂歡夜 以及文青音樂會 兩場主題音樂會以外 閉幕還有六分多鐘精彩煙火秀 繼續疫情早日退賽 今年的演出那樣非常的豐富 第一天是我們的搖滾風 第二天就是我們的 趣兒文青風 那今年還有特別的彩蛋 就是在第一天呢 我們的嘉玲媽子玉姐 她也是之前錦繡二層唱的 其中的一個主唱 她會跟市長 一起來做一個特別的演出 官吏局表示 沒有搶到入場資格的民眾也別灰心 兩天音樂節 將安排電視頻道及網路平台直播 希望用溫暖療癒歌聲以及煙火秀 鼓勵辛苦的防疫人員 而為了認真配合防疫 讓疫情得以趨緩的民眾 新唐亞太電視使勁望靈沛雲 台灣台南採訪報導